青蔥裡面它的榮耀發現有21項 21項裡面又有5項它是有不合格的 其中包含有兩個是不得檢出 三個是超標 超標的倍數又特別高 因為它的容許值是0.01 可是我們檢出來的是0.36 衛生單位已經分頭在稽查中 我們先從網站去要求 如果說有衛生這個部分有不合格的話 通常可以罰到6萬到2億 可以追查到農民部分的話 它這個部分可以處罰 至少一件是1萬5千塊到15萬 郭市抽驗發現小葉菜類 比較容易出現農藥殘留 而這次檢驗了40件蔬菜 也是以小葉菜類抽驗20件為最大宗 針對不合格品項 已經要求業者下架 也提醒民眾 生鮮蔬菜買可以透過浸泡 一定要多次沖洗在料理 才能使得安心 好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大愛五件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